金控三角链破局16号晚间 今晚会召开临时记者会 宣布中信金抢清失败 还给出四大理由 说中信金整并方案不完备 且没有具体释出持股方案 财务不稳 难保健全经营 一期换股方式 难保股东权益等等 让双龙抢猪局面 暂时划下去点 反议本案的申请 也就是没有同意 彦琳淘汰 中信金表示遗憾 但尊重决议 台信也说 感谢主管机关明治决定 呼吁支持新兴病 主角新光金则尊重 怀疑结果 强调与台信的合并案 皆依法依规 现在结局几乎定案 只是新光大股东林博翰 又跳出来喊话 呼吁股东们反对 要让新光走自己的路 难道又为并购案 再添变数吗 台信金在之前已经提高价格 增加了500多亿元的股份 那等于是未来的钱 借到现在来淘化股东吗 后面可能会是一个攻坚的点 合一并购与敌益并购 同时抢标成为金融史上首件 现在金管会否决 难免引起部分反对声浪 专家推断可能出现三种结局 第一等到10月9号 新兴病通过结局圆满 第二新光金台信金股东会未过 就看中信金是否再送件 即使通过了送件后 金管会还是可能否决 这时三家金控也可能维持现状 中信金接下来应该就会 一定是化名为案 爱不释手的话 那必然第一个我们先阻止新兴病吧 必须要营造一个局面就是 真的妥视性非常够 新兴病真的稳了吗 专家坦言成功几率高 只不过10月3号 围托书大战即将开打 就看正反两派人马怎么选 当然新管会态度也是制药关键 记得盘建人陈轩台北报道